红燕菜是古代学史考试前几乎都要吃的一种菜 因为它红红的汁液又被称之为壮延红 因为红燕菜只不过是燕菜的品种 但是有些人就可能认为色素燕菜红有毒 而且还有可能似牙 这里面又是什么回事呢? 大家好 我是自以身 这一期的影片我们来讲讲燕菜 燕菜原产于美洲和亚洲南部的热带、亚热带地区 中国商代的刮吉文里面就已经出现燕字了 说文解字中就记载燕、燕菜也 可以见得它很早就进入我们中国人的生活 最早的身份应该是冲击的药菜 比如五代十国时期的文献都有六燕 即是赤燕、白燕、仁燕、此燕、五色燕、马燕 不过其中有些跟今天的燕菜的亲燕间系都很远 燕菜是燕科、燕熟、一年三草本植物 燕菜还有很多别名的 鼻燕、米燕、赤燕、彩燕、清香燕和燕来熊等 讲到其实它们只不过是不同的品种 我们吃的只要是几点净和热 燕菜按着颜色它可以分为三种 红燕、绿燕和有红绿相间的扎色燕 中国南北各地都可以见到 是我们夏天非常常见的蔬菜之一 中医认为燕菜、美金、盛何 它有一个清液解毒、利尿除湿、通利大便 以及抗襟止蝕和明目的效果 既有点朋友问,现在菜有什么营养呢? 现菜根据营养学家的分析 每100克的能径热中 大约含有水分90.1克 淡白质1.8克、脂肪0.3克 淡水5.4克、粗纤为0.8克 还有丰富的抗物质 比如我们的丐含量高达180至200毫克 轮46毫克,铁在3.4至4.8毫克之间 维他命方面都比较丰富的 比如我们的胡萝卜素 大概是1.87至1.95毫克 维他命B1和B2分别是0.04至0.13至0.16毫克 维他命C高达28至38毫克 还有鲜、维他命E、K、铃克酸 几乎是衡蓋我们人体每日所需的各种维他命 和微量元素 尤其是红燕、隔、辣、绿味这些元素是特别丰富的 我们每日吃上100至150克的燕菜 都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维他命需求 所以有些营养学家称燕菜为蔬菜类的维他命丸 现代研究都发现现菜叶中有高浓度的赖胺酸 这些胺基酸正好可以彌补骨脈中的乳酸结构不足 特别适合一些婴幼儿和青少年 对出进生长发育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实生、钙、赖胺酸是我们人体中是一个好搭档 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协同作用 生是我们细胞分裂增值 还有基因表达不可话缺的活性成分 而且生还是很多重要的蛋白质组成部分 比如简性磷酸酶 简性磷酸酶可以直接与钙结合 将钙放入骨头里面 帮助合成磷酸钙 而且将这些钙沉积到骨肌汁里面 如果我们身体揭身 那减性磷酸酶的活性就会下降 骨头里面的钙白过程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在吉格发育的过程中 骨细胞要大量分裂增值 骨头才可以删得快删得好 在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增值的骨细胞 还要不断合成各种 出众我们骨成熟的活性因子 这些因子的共同作用 才可以使我们的吉格顺利发育成熟 在这个过程中 就需要大量的生来支持 这个骨细胞内部的恒心的抹 和蛋白质的生成和正常工作 那奈安酸也有几个重要的作用 第一它有助于钙的释放 我们食日系的各种形式的钙 比如碳酸钙 乳酸钙 它浸入胃里面之后 需要在胃酸的作用之下 将钙解离出来 变成离子状态的钙 这样才可以给小肠吸收 而我们的奈安酸就能促进这个过程的能力 第二奈安酸还可以提升我们长度对钙的吸收效率 尤其是我们身体不揭发维他命D的情况下 它通过提高长度中的一氧发弹的浓度 从而增强钙的吸收 第三个作用都很关键 首先 赖安酸可促进骨胶岩纤维的形成 它本身就是胶岩核成的燃料之一 在骨胶岩中以强赖安酸和糖化强赖安酸 这两种形式存在 帮助构建这个稳定的三螺旋结构 这种结构对骨的强度是非常重要的 即是说赖安酸它间接参与骨汽化的过程 有些朋友问自己身 燕菜究竟是否含草酸呢? 我们都知道钙是构成我们人体骨刮和牙齿的重要成分 但是它的作用是软不止这样的 钙还参与了神经和肌肉的正常活动 还可以帮助我们体内某些梅发挥作用 可以说钙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毛基元素 不过钙也是我们最容易揭霍的一种抗物质 很多人以为钙涉入不足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吸收率太低了 而影响钙吸收的因素是不少的 其中有一个我们日常可能忽略的就是祖酸 那草酸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很多我们植物里天然存在的物质 那对钙物来说草酸它其实也是一种保护机制 它可以帮助其他人抵御外界的侵害 所以我们吃到有些蔬菜觉得蝕蝕感 其实那些口感就是草酸的原因 那我们平时在吃蔬菜的时候会试入草酸 身体都会在代謝的过程中产生草酸 比如维他命C的代謝 它会产生一些草酸 但是不管它的来源在哪里 我们人体都无法真正利用草酸 它只可以随着我的尿液或者粪便排出去 不过如果我们长期大量吃高草酸的食物 再加上我们身体处理草酸的能力变差 比如有胃肠功能的障碍或者有肠道燃症 那些草酸就容易在我们体内积累 进而对我们健康产生影响 从毒理学和营养学的角度来说 草酸虽然是一种毒素 但是也是一种抗营养因子 意思是说它不单止没有什么营养 反而还有可能抢走我们身体均该吸收的营养 而我们草酸还会与钙发生反应 它申请一种不容易水的草酸钙沉淀 这些沉淀不单只影响我们对它吸收 还有可能在我们体内对积 进而久而久之甚至会促进我们肾结石的形成 草酸积累多了 还有可能会导致维他命的欠失 腸道问题甚至是草酸尿更粘食病 那问题来了 我们怎样需要去除草酸 但又尽量保留其他营养呢 尤其是维他命C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钙水抄一下 大概60秒就可以了 滚抄的时间太短 草酸去得不干净 时间太长 好像维他命C呢 就会破坏太多了 所以一分钟是比较理想的时间 可以去除了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草酸 而维他命C的损失呢 都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左右 还是可以接受的 更有些朋友问 仔细啊 为什么有些人说 燕菜 红是有毒 而且还有可能致癌呢 红燕菜呢 是我们常吃的燕菜品种之一 煮出来的汤是特别鲜艳的 拌饭吃都很香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 不小心 我们沾到衣服那里 就有可能洗不掉的 那这些鲜艳的颜色呢 是来自红燕菜里面的天然色素的 燕菜红的 那天然的燕菜红呢 是一种水溶性的色素 是属于花色金类的 所以呢 它主要成分呢 是这个燕菜金 还有这些甜菜金 都叫甜菜红 虽然呢 它跟我们常说的 花青素看起来 颜色差不多 但是其实 法学结构差很多的 所以呢 它的稳定性是更加好的 不过呢 它都有自己的弱点 比如呢 遇到长时间的加热 就容易分解 而且呢 它不是很喜欢减性的环境 在酸性的条件之下呢 它是指红色 但是当我们pH值超过实的时候呢 就是偏减性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黄色了 那现在呢 燕菜红 这种天然色素呢 就已经可以被提出出来了 它用在我们食品工业中 比例是糖果 糕点 或者是饮料 这些产品当中 不过呢 大家要注意一点 如果在食物的配料表上面 见到燕菜红这几个字呢 它不一定是从 红燕菜里面提取出来的 天然色素的 它真正的天然燕菜红 按照规定它标志为 天然燕菜红的 有些朋友可能就会疑问 那些叫燕菜红的色素又是什么呢 其实呢 它没有标志为天然燕菜红的 就可能是我们人工合成的燕菜红了 它只是颜色和红燕菜差不多 所以才用这个名字 那这种人工合成的燕菜红呢 都被叫做酸性红 羊梅红 和龟冠花红 其实是一种水溶性的 吐淡类的着色剂来的 那研究发现呢 如果长期试入这种吸收 是有致癌的风险的 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危害 尤其是婴幼儿更加需要注意的 在2017年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发布的致癌物清单中 这种人工合成的燕菜红 是被列为三类致癌物的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的 我们买食品的时候 配料表都要仔细地看看 有合成色素的 建议大家都要谈慎食用的 多谢大家